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節目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9號 我們在4月17號的時候 曾經放了20顆的櫻花種子在這邊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當時我們將櫻花種子 丟在這邊做測試 就是要測試說 在自然的環境下 它能不能發芽 或者是多久會發芽 從4月17號到現在 已經過了7個月多幾天 我們算7個月 7個月我現在看過去 已經有一顆發芽了 當時我記得 好像丟了20顆的種子 這樣子目測下去 一顆發芽 哈哈 跟我之前 呃 也許啦 也許可能是因為我採收的種子 因為是在4月17號 如果我再提早一點的話呢 可能會 更理想 會加速 或者是環境的問題 因為我們曾經在8、9月 有抽芽的經驗 就是櫻花種子它就直接發芽 但是這次卻延到了11月 就算11月也無妨 因為台灣的環境在11月之前 北台灣在11月之前 沒有出現過15度以下的低溫 所以呢 這跟是否要冷存機呢 就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這跟 是不是櫻花需要一點冷度呢 才能發芽呢 就完全沒有關係 當然 如果你能夠達到一個冷度在的話 確實是可以提早它發芽的條件 但是 在自然的環境下呢 只要有辦法將這個 磨啊 這個櫻花裡頭有一層磨 那層磨只要有辦法被 在自然的環境下 莫名其妙被破壞的話 不管用什麼方法 我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什麼原因造成的 然後它就會發芽 重點是那個磨要被破壞 OK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來看一下 這個櫻花苗 OK 我們之前呢 在這個一尺寺的盆栽吧 丟了20顆的種子在這附近 我已經不知道丟到哪裡去 目測來看 一二三 這還有三顆 四顆 其他的在哪裡 五顆 其他的不曉得跑去哪裡 呵呵呵 那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一個 就是剛發芽 很明顯剛發芽 本周發芽的 這顆櫻花種子 經過了七個月 跟我之前的最快的紀錄 八九月比還慢了 慢了兩三個月 我原本以為我這樣子 看看今年會不會七八月 八月九月看到它發芽 結果一直拖到十一月 十一月才看到它發芽 不過這個時間點還算不錯 因為這個溫度並不像八九月 因為台灣八九月的話 是夏天環境 天氣很熱 即使是發芽 根據當時發芽的紀錄 就是它發芽發芽了 但是太熱了 結果有些櫻花苗 挨不掉那個高溫就倒閉 苦死了 就生病死亡 那現在十一月發芽的話 就應該不會有這種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帶各位來看一下說 我們在自然的環境下 你看它還是會發芽 完全不需要什麼冷層機 十一月多它就發芽 不然正常來講它應該要到十二月 環境溫度還要再低一點的時候 十二月一月會陸陸續續發芽 其實櫻花的種子就是像這樣子 你只要你的環境濕度夠 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下 條件達到的情況下 它就會自然發芽 那其他的種子看起來 也還沒有達到一個 沒看到裂甲 沒有裂甲 就這一顆運氣不錯裂甲了 裂甲就順便發芽了 其他的種子是否還會有機會繼續發芽 就不曉得 之後再過我們看 一直到一月吧 我估計一月 因為以台灣的氣候來講 十二月冷度夠的話 理論上一月之前 應該陸陸續續都會發芽成功 再來就要測試看看說 我們這樣子隨便丟下去的種子 在自然的環境下 它的發芽距離會有多少 順便也來測試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情收看 再會